主播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白衣男子 被警方從超商送上警車 帶回警局製作筆錄 約他日前趁長臺凱米席臺時趁火打劫 跑去熱炒店偷走三萬元現金和養酒 業者發現遭小偷後立刻報警處理 現在聽一下警方的稍早訪問 事發在二十四號晚上十一點多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上的一街日炒店 證明承信貫切當天先破壞大門門鎖 潛入店內後再撬開收銀機 警方庫報後循縣追查 發現竊賊得手養酒後 還在網路上PO文想要囂張變賣 因此假冒成買家洋中要購買養酒 在趁機將人逮捕 全訓後一切到罪移送偵辦 大雄祁山區的星光 裡昨天是發生土石流衝進民宅 那麼有一對老夫妻逃生不及 遭到活埋太太清醒 而先生搶救之後宣告不治 重回現場可以看到這土石堆 相當的驚悚 已經是堆滿了半層樓這麼高 那麼附近居民說在前幾年 其實他們家已有土石給沖刷進去 當時候逃過一劫 但沒想到這一次的土石 居然是威力這麼強大 沒能逃出 來聽看看 附近居民怎麼說 那不只是這一對老夫妻的住家 其實已在星光裡這附近 有好多戶人家都有被土石沖刷 那麼可以看到屋內包括了有洗衣機物品 全部都是東倒西歪 整個土石堆已經是衝進家裡面了 那麼居民說其實也很想搬 但也不知道搬去哪裡 那麼對於昨天這七十多歲老夫妻呢 是遭到土石 荒埋先生不幸的往生 他們也覺得相當遺憾 那鏡頭在往北走 加一線水上香內西村這裡 目前呢是也有積水的狀況 大概深度三米 也就是一層樓這麼高 村長說了 昨天大雨就已經淹水了 居民是趕快往二樓跑 暫時是沒有生命危險 好不過已經三十幾年 沒有這樣大淹水 當地居民嚇壞了 含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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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自己拍下了畫面表示 其實在這個村莊裡面 最深的地方呢 已經淹到了一層樓高 所以呢 部分的人呢 只能在這一個二樓的地方 等待救援 初步呢 是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呢 出入根本就是個問題 根據村長表示說 這一些水其實都是從巴掌溪 溢流過來的 最深的地方呢 大約有一層樓高 另外呢 還有大片呢 這個果園呢 也是泡在水裡面 居民是相當擔心的 站在這一個附近觀看 其實呢 也無能為力 因為 水還沒有退之前 無法清理 也無法查看 到底損失有多嚴重 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持續帶您關心 這凱米颱風是整個重創高雄 現在記者人呢 就在男子的這個後進席 可以看到呢 現在溪水是整個退去 一旁呢 是有非常多的垃圾漂浮在上面 其實呢 在昨天的時候 這個溪水是整個暴漲 淹進到了一旁的這個民宅裡面 甚至是連一旁的這個活動中心呢 也是被淹得一塌糊塗喔 可以看到呢 現場是已經有許多的這個志工 到這邊來進行幫忙 那也可以看到現場的這個裡面 還有外面呢 都是這個泥水包覆住 那這個志工們呢 現在也是很認真的 在進行這個清理的動作 在昨天的時候呢 其實淹水的狀況 真的是相當嚴重 甚至高度是已經到達了快要一層樓高 那我們也來請問一下這個里長 請問一下這個昨天淹水的狀況 大概是怎麼樣 昨天喔 七點多的時候就開始快滿了 大概十一點多的時候 整個都溢出來了 整個後進區都溢出來了 溢出來以後 整個我們都沒有辦法 沒有預防的措施 整個淹到那個整個活動中心 還有我們的河體的沿岸的一些低窪的地方 全部都是淹水的 包含我們都淹到差不多一百公分以上的那個水位了 所以說我們一些里民的一些家具 還有我們活動中心 整個都的家具全部要清除 包含現在我們都在里民 在做一些那個災害的 災後的那個清理 清理家園 所以說造成我們非常大的損失 我們的卡拉OK冰箱什麼都造成損失了 那像這次這個淹水的狀況之前有遇到過 之前我們在八八風災的時候有發生過一次 現在已經經過十幾年了 而今年就是又淹了一次 所以說我們需要政府這邊來多多幫忙 所以說在災害之前 我們就要做一個預防措施 不要等災後再清理 這個就是損害我們的財務 所以說對我們都不好 所以說我希望政府這邊 能做一個防防措施 包含怎麼災害 不要說等到漲潮 我們漲潮怎麼辦 淹進來了怎麼辦 也都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的李民的損失 都是造成我們真的非常難受 希望政府這邊能幫忙 為我們的李民 做這個設想 大家可以聽到 其實李長是表示 這個後進期的這個暴漲 其實在十多年前的時候有發生過一次 不過就在昨天這個凱敏颱風來襲的時候 這個溪水是整個淹進到了一旁的民宅 甚至現在我們在這個活動中心裡頭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這個熱心的志工以及李民 都在現場做一個清理的動作 那其實現場這個地方的原本 都是有一些這個器具 包含這個冰箱 不過由於這個水是來得太突然 而且是非常多 把所有的這個物品 以及甚至是冰箱 都給沖毀 連他們平時喜歡唱的這個卡拉OK 也是整個泡在水裡面 沒有辦法做使用 那可以看到現場至少有十多個人在進行這個清掃動作 那以上是現場記者最新情形 我們把現場交換給宇居 好高雄的點寶星因為受到了豪雨的影響 也是有暴漲議題 當時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先生呢 是在昨天深夜十點多 擔心他的餘溫 那結果就冒著風雨外出去視察 結果就此失聯 那警消在昨天搜索就在早上八點多的時候 在漁溫水面找到這個老先生 但是明顯死亡 後續也已經通知家屬來指認 詳細的死亡原因 都還又在釐清 好久不久了挺進新意鄉 可以看到陳宇蘭熙昨天暴漲非常誇張 直接衝垮了這個砂石的這個道路 這條砂石道路一路延長到神木村 現在可以看到柏游路幾乎還剩下不到半邊 相當的誇張 而且滾滾泥流還在持續的上漲中 因為現在還在下雨 我們來問一下村長 昨天這裡這個多危險啊 這個風災雨災 從台米晚上來的時候 到前天晚上1點鐘 我們這邊土石流開始下來 所以水位也上漲 一直到我們林德村的所有的路都衝垮 所以沒有過去 我砂石變道那個全部都垮了 對 原來這個砂石變道是 以前我們心理箱整個輸進用的 因為受颱風的影響 所以水位漲得太高 所以把這個整條的兩線到了 那個砂石變道全部衝垮 有預計什麼時候可能會在修復 或者是就先就是另屁道路 現在等四核級 四核分數 它水位退了以後 它會再重新來擬定 然後按照以前的 每年都有輸進的計畫 輸進前再來把這個砂石變道恢復 雖然凱米颱風的位置減弱 不過可以看到 陳友蘭溪依然是水位非常的高 導致整個這個砂石變道被衝垮了 那砂石變道被衝垮之後 還能不能修復 是否要在另屁道路呢 目前都還要在觀察 以上現場最先的情況 先將時間盡頭交換桶內